每年6到8月份是云林谷坑麻竹笋的产季 当地一家餐厅业者运用在地新鲜食材 制作成像面条的笋干 快炒之后口感香脆滑顺 吸引相当多的游客尝鲜 看得出来锅子里正在炒什么吗 这道外形像面却不是面的料理 采用的是在地出产的麻竹笋当中最嫩的膜 经过繁杂的过程 才制作出来的 在经过大火快炒上桌 阿嬷苏纳米它不是面是笋子 那现在是用笋子下去制成面料的样子 你不是炒面你是在炒笋子 炒起来像面 对像面但是它是笋子它不是面 然后需要用这个像类似螺旋状 他又知道笋子煎蛋也广受游客的青睐 吃起来脆脆的 然后那个签香都出完 笋子是我们骨坑的饱 它每一个地方通通可以用 刚刚用那个最外面那一层薄膜 做成这个树纳米 那里面这个我们也没有浪费 然后把它切一切切片以后 一样的程序把它做成这个脆笋 那这个就可以切一切下去煎蛋 那也可以煮那个排骨排骨那个脆笋汤 在骨坑吃饭当然少不了将咖啡入菜的风味餐 像是这道咖啡绍心机光看色泽就让人口水直流了 有淡淡的酒香啊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 咖啡味但是不会说很浓啊 爱不会抢的那个鸡肉的味道 还蛮浓鲜合度的味道还不错 为了让顾客可以吃到这三道风味绝佳的菜肴 业者可是费了很多功夫 因为麻竹笋产季只有六到八个月 得用大量粗盐才能储存一年的用量 以及保存原来的风味 下回来到骨坑 可别忘了品尝这在地独特的好味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十月美陈廷秀 廖立芬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